Hello Hello 大家好 今天有一個非常熱門的新聞話題 在網上流傳的 就是關於這個做妹 去騙人的騙案 上水是致熱的 報料發現上水一檔賣藥的小販檔 疑似找人做妹 我們馬上去到現場 找到一個有利位置 了解一下有沒有這樣的事 這件事在網上也引來熱烈的討論 當中也有不少網民指 他們有找人做妹 當口所在的位置 人流非常暢旺 很快就有一群人圍著當口 大家留意一下 這位穿紅白間條的伯伯 這次是他第一次出現 無奈他就像普通顧客一樣 拿錢出來買藥 付完錢他便起身離開 這位紅白間條白白 走了都沒有十步 竟然將他剛剛買的藥 倒進紙箱裡 然後還若無其事地走回當口 這時候我們就發現兩位 形跡可疑的人士 分別是這位穿藍色衣服的哥哥 和這位穿泡紋衣服的女士 坐下買完藥 就到剛才買完藥的紅白間條白白 又再坐下 還拉起腹腳試藥 同一時間 這位女士就收了他剛剛買的藥 扮成普通圖人圍觀 當真正圍觀的圖人散去 豹文三女士便帶無鮮樣地把包藥拿出來 還很熟悉駕布 在檔口裡拿壺水來喝 過了一會兒 到藍色衣服哥哥坐下 豹文三女士和紅白間條白白 就在這裡圍觀 這位藍色衣服哥哥 就好像剛才兩位一樣 坐下講解員一輪 又是即時給錢買藥 他一起來 豹文女士就接力坐下 又再重複剛才做過的事 在這個時候 藍色衣服哥哥就拿出一個環保袋 收起他剛剛買的藥 然後又再施施言地走到檔口 扮圍觀的圖人 轉過頭又輪到豹文三女士坐下 豹文三女士買完 這位紫色外套的女士都跟著買了 這位小女士只是在這裡 店 suspect上面說 黃白間條白白第三次坐下 豹文三女士跟藍色衣服哥哥 繼續盡忠職守 扮圍觀圖人 當主一叫收工 紅白間挑白白起床之後 就慢慢走到紙箱裡 再次放下剛剛買的藥 接著他就打開另一個紙箱 拿出一件灰色長袖衣 相信這件是他的私藝火衣 之後泡紋衫女士也走過去 似乎都是想變裝 換上灰色衣服的伯伯 很熟手幫忙收檔 想說你們不認識也不行 這次這套片是叫大家小心點 你買了平時的家庭用品 是可以不用 但是如果你買到藥的話 若那些藥是沒有效 或者是有反效果 那就很麻煩了 不單止損失金錢 還會受苦的 所以我們如果決定 要買一件東西 最好就在正式的藥房 那就會比較安全 對了 張保安 這邊 體방 Prof.